好,我们今天开始吧 我们今天已经来到这个第24节课了 然后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内容呢 是Decision Tree 对吧,这个应该叫决策术 这个based algorithm 因为简单的一个Decision Tree 大家应该都能明白大概是什么样子 对吧,然后这个监狱 基于一个简单的这个Decision Tree 然后又可以去build一些非常复杂的一些模型 对吧 这个就是今天我们要讲的这些内容 好,在讲这个课的内容之前 我也先简压的回顾一下我们上节课讲的这些内容 对吧 我们上节课讲了一些 其实你可以认为是很偏哲学的一些东西 就是关于怎么做Model Selection 在讲这个之前呢,我们讲了这个 如果Multi Class Classification 你应该怎么办,对吧 就是不仅是0或者1,对吧 有K个值,对吧 你看现在做一个Digital Recognition 就有10个不同的值 有可能,对吧 有两个方法 一个叫Soft Max Regression 对吧 这呢只适用于这个Mutually Exclusive 这个Case 就是比如说一个数字 它是1,那就肯定不会是9 对吧 它不可能同时有两种情况同时出现 对吧 这样的话 你可以用这个Soft Max Regression 它呢也是叫 Exponationally Normalized 是啥意思呢 就是说 对于任何一个Case 比如说它等于0 它有一套 有一个Vector 这个Theta 对吧 等于1有一套Vector Theta 对吧 我们就是对于一个简单的Binary Classification 它只有一个Theta 是一个Vector 对一个Multi Class的话 它就是一个Matrix 然后呢 我们就是要去通过做Model Estimation 去Learn这个Matrix 长什么样子 对不对 然后 我们把 比如说你假设你知道 这个Theta 是长什么样子的 然后 我们要预测 它是 classy-C 它的概率是什么样子呢 你就用这样一个公式 对吧 它的这个分子呢 就是 这个自然对数 它的 一个 Exponential 对吧 然后上面呢 就是这个线性对加的 对吧 就是跟这个C相关的 这个Vector 跟这个Fature 的一个Linear Combination 对吧 当然 分母呢 就是 所有的这个Case 就K等于1到大K 对吧 所有的都加起来 对吧 这样使得 对于 每一个Class 我都能够预测一个P 对吧 比如像这样一个Case 就是P0 P1 P2 P1到P9 对吧 而且你很容易就能看出来 这个P0加P1 是等于1的 对吧 也就是说 它只可能是一个Case 然后呢 所有的Case 这概率相加呢 是肯定是等于1的 对吧 然后Class Function 这个SoftMax 这个Class Function 是长成这个样子 对吧 就一个Simple Sample的话 它就是PkLogPk 对吧 然后呢 是每个Case 每个Class 都要考虑 就是 K等于1到大K 对吧 然后这个Pk呢 这个是实际值 对吧 实际值 然后这个PkHat 就是我们的真实 这个预测值 预测值呢 一般都是0到1 之间的一个数 对吧 然后这个实际值呢 在这个K根里面呢 肯定是 只有一个等于1的 其他的K-1 都等于0 对吧 所以这个设计看起来很复杂 其实大部分的项目 都是为0 对不对 然后如果这个K等于2的时候 那就变成一个Binary Classification 对吧 然后我们跟大家推道了一下 就是这样的话 P1加P2等于1 你把带进去的话 你就能发现 我们这个Code Function 就是我们之前讲 那个Binary Classification 的那个Code Function 对吧 只是我们这种用P和P-Hat 来代替了之前讲的那个Y和Y-hat 对吧 其实是一样的 OK 如果你考虑所有的Sample的话 那很简单 就是把所有的Sample 遮一下 就 求和 然后再求个平均就行了 对吧 所以这个 Multi-Class Classification 的Code Function 是长成这个样子 这个式子叫 Cross Entropy 对吧 另外一个方法 就是 如果有 你可以把K个Class 做K次 这个Binary Classification 对吧 就是这样的话 你这样做的话 就不仅适应于 Mutually Exclusive 它也是 Non-Mutually Exclusive 对吧 比如说 你要做Image Recognition 对吧 比如一个图片上面 可能有猫 有人 有房子 对吧 但是一张图片有可能 两个都有 或者三个都有 这都是有可能的 但并不是互相排斥的 除了的话 你这样的话 你就是 建立K个独立的 这个Logical Question 对吧 这样的话 他们的这个 概率相加 不一定是等于1 对吧 所以这两个 最大的一个区别 就是 这个Soft Max 只能用于 Mutually Exclusive 这个Case 这里呢 就是计算量 要大很多 对吧 因为你要做K次的 这个Model Estimation 好 接下来我们这个 上节课的 这个主要部分 就是怎么选择Model 对吧 你做了一个Model 他做了一个Model 你怎么认为 这个Model比那个Model好 对吧 只好你找了个 两份 你拿了两份 Job Offer 哪个工作 比另外一个工作更好 对吧 你要选择一个Meture 或者叫Performance Measure 对吧 对于一个Linear Question 你可以选这个 Root Mean Square Error 对吧 这个我们应该见过这个形式 对吧 就是 预测值 解决实际值 然后平方 然后求平均 然后开根号 然后比如说 也有 Amin Absolute Error 对吧 就不这平方 就直接取决了平均数 对吧 然后统计里面 经常也用了一个R Squared R Squared R Squared叫 Coefficient of Determination 对吧 它怎么定义的呢 就是1减去 这里有两个Sung of Squared 然后这个分子呢 分子叫Numerate Numerate 就是我们这个Error Turn 就是Y hat 减去Yi 对吧 这里有个I 其实是对吧 其实就是我们对象 就是我们的误差项 误差平方 误差的平方和 对吧 就是Religial Sum of Squared 然后下面呢 这个Denominate 是叫Total Sum of Squared 其实就是这个Sample的Variance 对吧 就是每个Sample的值 Yi减去它的这个平均值 对吧 然后平方 就是平均 也是一样的 R的平方呢 它 范围里肯定是在0到1之间 对吧 然后R的平方这个值越大 说明这个Model越好 就简单的来说 就是可以这样认为 因为Y hat 等于这个Yi的时候 那这里最先就为0了 对吧 所以R的平方等于1 是这样的 当然 统计里面还讲一道 一个什么 Adjusted R Squared 就是说 它要考虑 你用了多少个 feature 去fit 这个Linear Regression 对吧 当然我们这里就不讲 如果你碰到的话 你去Google一下 你就知道 它能Adjusted R Squared 是什么意思 好 这是对于这个Linear Regression 对于一个Logical Regression 我们提出了一个 confusion matrix的概念 对吧 因为真实值有0和1 对吧 然后预测值也有0和1 对吧 这样的话R乘2 会形成一个这样的一个矩阵 对吧 有True Positive True Negative 就是 这都是预测对的一个例子 对吧 A和D 因为它预测错误了 有两种情况 对吧 有Force Negative 这个是Type 2 error Force Positive 这个Type 1 error 对吧 然后你选择这个Metric的时候 有很多这种选法 对吧 比如说最近常见的这个Accuracy 就是A加D 除以A加B加C加D 对吧 然后这个Precision Precision的意思就是说 你预测值为1 然后看有多少个值 真的是为1 对吧 你预测这个卡被盗刷了 然后你看看有多少卡 是真的被盗刷了 对吧 然后这个Record的话 就是A除以A加B 就是这样 对吧 就是说 今天被盗刷的这个卡里面 有多少是被你预测到了 对吧 就是叫Record 这个Precision和Record 我们说了 就像一个 敲敲板的一样的关系 对吧 一个大 另外一个 必然要小 对吧 就是你调整这个Threshold的时候 你就会 像做敲敲板一样 就一个高一个低 对吧 然后呢 我们要平衡这两个东西呢 我们又引入了一个 Metric 叫F1 Score 对吧 就是这两个东西 叫这个Harmonic Mean 它的公司是长成这个样子 对吧 我们一般 如果没有特殊要求的话 我们经常会 选这个Threshold 使得这个F1 Score 最大 对吧 你在你做了两个Model 那Logicist Regression之前 就是说 你没有选Threshold 你也可以比较这两个Model 谁好谁差 对吧 因为你可以 Precision Record 一个这样的一个Curve 对吧 因为我们说了 这个协力肯定没负 对吧 因为一个大 那另外一个必然会变小 那 两个Model呢 都会跟这个F轴 Y轴 围成一个面积 对吧 这个面积呢叫Area Under Curve 对吧 哪个Model 这个围着这个面积越大 我们一般就认为这个Model更好 对吧 比如说我们这里的话 这个Model B 就比Model A要好 因为它这个面积要大一些 然后我们这样的话 我们就讲了这个Logicist Regression 有类型Metrics 对吧 当然 我们光有这些Metrics 也不够 对吧 因为 我们永远都可以加入 不管是Logicist Regression 还是Logicist Regression 我们可以加入 越来越多的像 对吧 这个L呢 就不管你用哪个Metrics 它肯定是可以 不断去下降的 为什么呢 比如说 你看这个Model A 就是一个简单的线线 Model B呢 你可能加了30方向 Model C呢 你可能加了100次方向 对吧 那你加越多像 它肯定会越好 为什么呢 你大不了就是加了 你这些像都为0 那就返回到 你这个比较简单的Model 对吧 所以说Model B 永远都会比Model A 至少是相等 对吧 应该会更好 对吧 因为大不了我就这等于0了 对吧 所以呢 这样的话 A B C 这样去比较的话 那就很不公平 对吧 因为你永远可以加更多的像 把你Model做得非常复杂 对吧 你Fit的好 有可能只是你把 这个 你这个数据的这个Noise 去Fit 你加很多像的话 很容易就形成一个 overfit的一个问题 对吧 比如说我们这个红色的线 对吧 很有可能就是在 overfit 我们这个数据点 对吧 虽然这些红线 对于 以致的数据点都 吻合得很好 对吧 但是你可能新出一些新的数据点 比如在这里 这个红线就Fit的非常差 对吧 它这样没法 generalize 对吧 这样叫overfitting 怎么防止overfitting 有两个方法 对吧 一个是你可以加一些 regulation term 对吧 因为overfitting 因为一般都会导致 非常大的这些系数 OK 我们加一些regulation term 使得这个系数的不能太大 对吧 第二个呢就是你要用valuation set 就是说 你用从来没见过的数据 去评判一个model 好还是不好 对吧 怎么加regulation 就是你的cost function 这是我们之前讲过的cost function 对吧 然后加上一个regulation term 对吧 就是θ的平方 比如说 然后我们这里引入了一个hyperparameter 叫regulation hyperparameter 对吧 叫nambda 然后呢 这些θ呢 我们之前讲了有n加1 对吧 但是呢我们一般呢 不对这个intercept 去做regulation 我们只对这些 一般的这些feature 这个coefficient 去做regulation 对吧 我觉得它背后的原因就是说 如果你对这个intercept 也做regulation的话 也就是说 intercept的意思就是说 所有的feature为0的时候 这个预测值是经过来的 对吧 如果你对它做regulation的话 你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模型很有可能是经过 远点附近的 对不对 直接变成一个假设了 其实 所以一般我们不用 就不想把这个假设 带入到我们这个model 里面去 所以呢 它这个是j等于1开始的 然后呢 那我们根据这个设计呢 也可以做这个gradient descent 对吧 其实很简单 因为这个就是一个平方向 对吧 平方的话就是x平方的 偏导就是2x 对吧 所以呢 它这个gradient descent 就是对于intercept 这个向呢 还是没有变化 对吧 做迭代的时候它没有变化 对于其他的这个feature 呢 只是在θj 这里乘以一个小于1的一个系数 对吧 所以呢 它每次做迭代的时候 都会去试图 去shrink 这个θj 对吧 就是告诉你θj 警告不能太大 对吧 对于一个这样的一个cost function 我们也有一个normal equation 跟它对应的 对吧 就是在我们正常的这个normal equation里面 加上这个l 这一项 对吧 l呢 是近似于一个对角线 近似于一个unit matrix 对吧 对角线基本上都为1 除了这个第一个系数为0 这个其他都为1 然后 当你引入了这一项之后 就是有时候xtx不是non-invotable 对吧 就是比如说m小于n的时候 m是number of samples n是number of features 但是如果你引入这一项 只要它那么多大的话 这个matrix 是可以翻转过来的 对吧 是immortable 好 然后这个regulation 也有好几种 对吧 我们说了 这也是经常面试很有可能 会问到你的这些东西 如果你把你这些东西 在你点上面 比如说这个rigid regression 或者叫l2 就是c的平方 last regression 其实就是l1 对不对 就是它的绝对值 因为这个elastic net 就是两者都加一点 这个rigid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用了这两个counter plus的概念 来给大家解释 就是说如果你考虑 你考虑这个counter function 都考虑这两项的话 你不断去调整nambda 它这个最佳的这个θ 参数 它永远都是在两个counter plus的这个切点 这个位置 对吧 就是我稍微做一下调查吧 就是你觉得你能听懂这个counter plus 我这个argument的话 你打个yes吧 如果你还是没听懂 你打个no吧 因为这个不是那么容易能懂这个东西 顺便检查一下大家有没有在听课 yes 就是如果你真的不懂你打no 我求你打no 就是说你不要觉得不好意思 或什么样的 我只想知道就是有百分多的人 大概能明白这个idea 啊 啊 啊 这也没听懂 号名 yes when we ask move from a to o A to o 啊 这个 from a to o 就是通过这个nambda来调节的 对吧 nambda越大 你想nambda越大的话 就第二项越来越重要 对不对 你想nambda无穷大的时候 那第一项就是对它来说 可以忽略不计 对吧 第二项才是它的主要的内容 对吧 所以它会把θ 变为接近于0的一项 对吧 所以它就接近于o 对吧 你想想是这样的 对不对 如果nambda等于0的话 那第二项 你不用去管 对吧 那你就只用考虑第一项 那就是在x这个点附近 对吧 所以呢 nambda是在浮足电震大的时候 它肯定是从x点 慢慢移到这个o点去的 对吧 不知道听了没有 其他朋友也没有回答我 那我们就继续吧 OK 还有跟大家说一点 就是我们今天其实有office hour 对吧 我们每次来也就两三位同学 如果你真的有问题的话 请来office hour 对吧 这也是大家付钱 应该享受到的服务 如果你没听懂的话 我都会耐心的给大家讲 就是我不会认为任何一个问题 都是比较低级的问题 对吧 没有问题是低级的 我都会尽量让大家去明白这个是怎么回事 因为你讲的话 很有可能就不仅是你一个人有这样的问题 也很有可能有别人也有同样的问题 其实 好 那这里的话 我们简要证明的一点 就是在A点 对吧 它这个cost function 是肯定在 比在同样这个counter plot的其他点 这个要小很多的 对吧 要小的是吧 因为你可以做一些类似的这个counter plot 在这里面 所以当你nanda逐渐增加的时候 它的这个最佳的这个future 最佳的这个parameter 就是从x的慢慢移到了这个o点 对吧 但是跟这个last penalty的话 它这个counter plot 第二项的counter plot 它是x绝对值 对吧 就是c的绝对值相加 对吧 它的这个图呢 会变成一个这个样子 就是很多这种尖尖的角 对吧 所以这两个counter plot 相碰的话 这个点很有可能会碰到这个尖角这里 对吧 刚才在这个尖角上面 某些future就会直为0 对不对 这样的话 这些future就不重要了 对吧 因为这些future 不管是有多大 它都会是 就是去乘一个係数等于0的一个东西 对吧 所以呢 我们可以把这些future给排除掉 所以呢 last regression 也可以做一些future selection 如果你能把这个解释清楚 就至少你懂一点点machine learning 对吧 好 我们这样讲了 就是你要做regulation是这样 对吧 但我们并没有说这个能不能取多大 对吧 到底是1还是0.1 还是等于10 还是等于0.01 对吧 肯定每个case也不一样 就像我们之前讲这个learning rate一样 对吧 然后我们说了 你要用这个validation set 对吧 就是你把data就是均匀的分为两部分 对吧 就是randomly 对吧 随机的分为两部分 第一部分呢叫training set 你去做你的model 对吧 try不同的number 对吧 第二部分呢就是说 你去evaluate你在这里做的那些model 对吧 然后我这里举了一个比较简单的例子 对吧 比如说number等于0的时候 你可能这个模型已经很复杂了 对吧 然后你training error 可以fit的很好 对吧 就是解释你 看过的数据解释得非常好 但是你没看过数据解释得非常差 对吧 那说明你在overfitting 对吧 所以你也增加这个numbel值 就是你发现你增加numbel值的时候 这个training error就会慢慢增加 但是这个variation set error呢就会慢慢减小 对吧 在某个时刻呢它们会差不多 这个呢基本上就是你最佳的这个numbel值 对吧 如果你再增加这个numbel值的时候 你就会去underfitting你的这个 就是overregulation 对吧 就是这两个data set 他们这个error会比较接近 对吧 但是会不断增加 然后呢我们说了有一个这样的一个generic diagram 对吧 随着你这个model越来越复杂 对吧 你这个training set的这个error 永远都会不断下降 对吧 永远都会不断下降 所以呢 你把模型搞太复杂了没有意义 对吧 你可能是在fitting这个noise 对吧 如果你去看你从来没见过的数据 你才能够判断这个模型好还是不好 对吧 所以呢这个variation set 它的这个error呢 一开始被下降 那后来又会慢慢上升 对吧 所以呢 在这个variation set 最低的这个附近 对吧 基本上就是你model最好的地方 你应该选取你的model 使得 这个 它在这个最低点附近 这样呢我们是解释了什么叫variation set 对吧 然后我们经常说了这个cross valuation 对吧 简称一个叫cv 是怎么做的呢 就是它为了提高这个数据的使用效率 也为了减小一些bios解释 对吧 就是你数据比如长成这样子 你可以把数据的 就比如说k fold 或者k fold 3的话 你就是把三分大的数据 作为你training 三分之一作为你的testing 或者叫validation 对吧 然后你只是不断的去切换 这个三分之一的位置 对吧 所以你做了三次model estimation 对吧 然后你把这个三次的error 平均一下 然后在 就是这里你的这个validation error 就是用三次的平均值 对吧 而不是只做了一次的值 对吧 这样的话 平均起来的话 那你可以把很多这种偶然性的这个issue 给剃除掉 其实是 所以呢 结果会更加稳定 其实 而且这也是最强劲的一个方法 这个second learn 也会给大家讲 这个cross validation 是怎么去implement 好 这是我们上期课讲的这些内容 对吧 上期课给大家布置了好几个readings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看 我们先看看 这个本来是我作为作业的 然后 因为我发现很多同学 这个 还是有点难度的 很多同学 就希望大家去读一读 对吧 我们这里是做了一个什么事情呢 做了一个chips 对吧 就是说 你做了两个测试 对吧 这个绿色的点就是说 这两个测试的值 致免这个chips 是好的 对吧 这个芯片是好的 红色的就是芯片是坏的 就是说 所以你能发现 这个dissing boundary 大概就是一个土圆形状 对吧 所以肯定不是线性的 所以你光用这两个feature 是肯定不够的 对吧 所以我们第一步呢 就是要去增加我们这些feature 怎么增加这个feature呢 就是我们生成一些higher order term 对吧 我这里就给大家演示 是怎么生成higher order term 对吧 就是我的两个feature 一个是L0 一个是L1 对吧 对吧 然后呢 然后呢 我去接着这个order order的意思就是说 嗯 他们这个一共的这个次方向 加起来等于多少 对吧 比如说 嗯 嗯 是6次方 对吧 那就可能是3的0次方 乘以2的6次方 对吧 也可以3的1次方乘以2的5次方 有好多种可能性 对吧 我呢 这里就是 就L的i次方 乘以L1的这个order 减i次方 对吧 I呢 去iterate一下 那order呢 也去iterate一下 所以呢 做了两个iteration 然后生成了 这样一个feature 对吧 大家去看一下就明白了 啊 然后呢 我这里也做了一些concatenation 对吧 就是把不同的这些matrix 把它拼到一起 对吧 所以我最后这个x 有一共有8个colum 对吧 我们之前不是这两个colum 对吧 或者很多高速方向 就有很多这个colum 对吧 啊 然后呢 我们这里就没有直接去调用这个sigma 去调用那个second run的那个package 对吧 我们是自己做优化的 对吧 就定义的sigma function 然后定义的class function 是withregulation term 对吧 你看这个regulation在这里 对吧 这个细节呢 其实你 如果你没信心的话 也没必要去搞得太清楚 因为 这里涉及到很多这种矩阵的 乘啊 加啊 这种东西 其实很容易出错 然后这个也把这个gradient 这个regulation也做出来 对吧 你看就在这里 好 然后 这两个知道了 我们 在这里 对吧 我们用了这个sipad optimize minimize 这个function 对吧 去做优化 对吧 优化完之后 这个result.x 就是我们优化完 我们要找的这些parameter值 对吧 我们就可以用这个值去做预测 对吧 你看 这里预测就是 就是 芯片好的probability 就是x 乘以θ 对吧 你看 x乘以θ 这个做了一个transpose x乘以θ transpose 然后prediction 就是 我们就用0.5 做我们的这个streshold 当然你要用其他的也是可以的 啊 这个是你要主观自己去判断的 如果你没有特殊的爱好的话 你就用0.5 是ok的 比如大于0.5 我就认为是一个好的芯片 没有是小于0.5 我就认为是一个差的芯片 对吧 这个预测有没有准确呢 就是说 这个 我的预测值是等于这个accepted 就是true 否则就是false 然后我去求一下min的话 我就知道这个80% 我是预测准确的 比如说这样 但是呢 你看我们这个数据量并不是很大 但是我们用了askbarget feature 对吧 这很有可能的overfitting 是吧 所以呢我们这接下来呢 是 这里还 这里应该已经加了regulation 对吧 这里已经加了0.001 对吧 就是Nomda的0.001的时候 我们也会不断去改变这个Nomda 然后 看看这个decision boundary 和我们这个model 会怎么样变化 对吧 所以你看这里的话 model基本上能够符合我们这个预期 对吧 就是 里面有些红点 外面有些绿点 对吧 但是整体还ok 对吧 然后呢我们接下来 是去不断的去改变这个 Nomda值 比如说Nomda等于0的时候 那我们就没有做任何regulation 对吧 你就能看得到 这个decision boundary 就是 非常不smooth 对吧 不是很smooth 然后你看这个中间这块 就是因为它这个 coefficient 并不是太剧烈了 其实就是说 然后中间的可能也有 就它认为了 也有这个 红色区域 其实是在这里 当然你看这些绿色点 其实可能是在 这个区域之外 其实是 你可以看它的这些coefficient 你看 前五个的coefficient 是35 44 69 -344 -198 对吧 它这个coefficient 是非常大的 它的这个scale 是比这个test1 test2要高很多的 你看这个test1 test2 都是在-1 之间的一些数 对吧 所以它这个scale 都是比较大的 两个数量级之外 对吧 然后你去看 它预算这个probability 你看这里是 都非常极端 对吧 你看这0.98 就是0.99999 对吧 然后这里呢是0.45 这个还ok 然后这里呢是 1.3乘以10 -41 对吧 就是它要么就是 就是离0很近 要么离1很近 对吧 就比较极端 然后它的预测准确率 是挺高的 91% 对吧 因为我们的overfitting 我们并没有用一个validation set 对吧 然后我们加了一点点 regulation 对吧 加了这个0.0001 对吧 然后你看这个theta values 就下降很多了 对吧 3 2 3 -5 -4 就比刚才又少很多了 这个theta values 又少很多了 然后你看这些probability values 就0.76 0.87 0.5 就比较合理的 对吧 然后它的这个modal accuracy 是83%了 对吧 就比刚才 要下降了一些了 是不是 因为我刚才 在这个pdf里面也说了 就是 你加regulation的时候 你的这个error 会增加 对不对 error增加的意思就是 accuracy要描销 对吧 就是一回事 但是呢 这个theta values 就比较平缓了 对吧 比较平缓 如果你加了更多的话 你看 你看这里的话 就是 这个错误分类的点 还没那么多 就这里就 五六个 对吧 然后这里有五六个 然后你numbl增加的话 它就会增加更多 你看这里可能有个上十个了 对吧 然后这里呢 也有个七八个了 对吧 所以numbl增加的时候 这个accuracy 进一步下降 对吧 这个81%了 然后这个theta values 也会下降一点点 然后呢 你就不断增加numbl 你看 这是numbl增加numbl 0.01的时候 你看这个accuracy 是79%了 对吧 更下降了 0.1的时候 你看 这里很明显 这个theta values 是有问题的 你看这里一大堆 绿色的点 都被它排出在外面了 对吧 明显这个model 是underfitting了 对吧 numbl就是值过大了 对吧 你可以认为numbl增加numbl 0.1 就已经到了我们这个pdf 这里了 对吧 比如到1.4 1.4 这个区域了 对吧 就numbl过大了 然后呢 而且你看numbl过大的时候 你能发现这个probability 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它都在0.5 附近了 你看 0.16 0.4 0.18 0.5 对吧 然后 accuracy 61% 就比方向80% 90%要小 非常多了 对吧 所以呢 我就 让大家回答这问题 对吧 你就比较numbl的变化的时候 就是 theta value怎么欠你 对吧 就随着numbl增加的话 这个theta value 这个绝对值呢 是越来越小 对不对 因为它越来越没有underfitting 越来越没有overfitting theta等于0 那时候它是overfitting 对吧 然后这个probability 就是跟这个numbl是怎么变化的呢 就是一开始的时候numbl是0的时候 它就非常接近0 要么接近0 要么接近1 然后你不断增加的话 它会像0.5慢慢靠拢 然后这个accuracy呢 怎么增加的 就是numbl越来越增加 这个accuracy就越来越揭晓 对吧 因为我们现在这里只有一个training set 我们并没有把数据分为training set 和validation set 对吧 所以这个training set 它的这个apry是不断增加的 对吧 然后这个discipline boundary怎么change 对吧 就numbl0的时候 它这个discipline boundary 不是非常smooth 对吧 然后后来就变得不错 比较smooth 对吧 再后来的话 这个discipline boundary 是明显有问题的 对吧 它有非常大的bios bios 对吧 好这个是我们上次的这个reading 然后我还给大家 让大家去看另外两个reading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时间去做 一个呢 就是我们之后就是所有的这个machine learning 我讲的都是思想的 就是怎么去做这些东西 其实你做implementation呢 你在python里面做也可以 你用sync learn 就是open source 对吧 也有非open source的一些东西 你也可以用r做 你用matlab做 这都ok 其实 但是呢 你至少要懂一种implementation 对吧 你只要懂一种package 对吧 第一下 首先你要懂这些思想 就是它 它是怎么work 第二个就是你要懂一种这个implementation 对吧 然后你要直接去掉包就行了 对吧 我们这个课程就用sync learn 作为这个包 对吧 然后 大家有时间的话 去好好读一读 这些sync learn 这些convention 就是说怎么定义fishing matrix 怎么定义target array 对吧 然后 这个有很多 我就不一一细讲 如果你有问题的话 再问我 都不迟 对吧 然后这些notebook 是怎么来的呢 我都是从 三本书里面来的 对吧 我现在把这三本书 都放到我们这个 Jailbox里面了 这第一本书叫 DataSense Handbook OK 第二本书叫 Motion Learning and Tensorflow 所以这本书分两部分 前部分讲Motion Learning 就是我们要讲的这部分 第二部分讲Tensorflow Tensorflow 是Google推出的是 做这个Deep Learning 的一个framework 对吧 所以大家第二部分 就不用去看了 第三本书就是我 基本上 大家都给大家了 就是Python for Data Analysis 这里面就没有Motion Learning的东西 就是只是 用Python做数据分歧的这些东西 然后每一本书里面 你点进去 它都有notebook 对吧 然后有很多 你看 这第几张 第3张 第4张 第5张 第6张 对吧 然后比如说 我今天讲这个 Random Forest 你看这里有Random Forest 一张 你又可以点进去看一看 然后它做得非常精细 然后大家有时间 就好好去每一个都去研究一下 我呢上课呢 会帮大家总结一下 这几本书里面的这些内容 我自己用这些 用这些Motion Learning 这些方法的一些总结吧 我是比较high level 对吧 implementation呢 我就没有态度去考虑这个东西 大家 你懂这些idea的话 implementation应该是没有问题才对 这是这上面书 对吧 然后我希望大家都去看一下 这下面书呢 其实应该在网上都有PDF版 你自己去Google一下 应该能找到 他们这下面书里也都写得挺好的 其实 这个是这个 看一下 我还有什么要讲的 这个就大家出去看吧 然后 上本书呢 就上一课我还讲另外一个 这个hyperparameter 就是怎么做Model Validation和Selection 对吧 怎么选择这些hyperparameter 对吧 我说了就是 这个hyperparameter 选择大部分 就是说 都是你要建立一个validation set 然后看你training the model 之后 哪个hyperparameter 或者哪些组合的hyperparameter 在这个validation set里面 是表现最好的 才行 对吧 然后这里呢 你看看 不知道大家看了没有 对吧 你看这里 我不是要把这个 data 分为两部分 你看这里是分成了 training和testing 对吧 其实你可以认为 这个testing 就是我们说的validation 因为他这只做了一次 所以他就用了一个testing 你看 所以他就用了这个sqlearn crossvalidation import train test speed 对吧 就是比如这0.5 就是50%的data 变成training 50%变成testing 对吧 你只要去调整的validation 就行了 对吧 然后你fit model呢 也很简单 就是model.fit x1 y1 对吧 所以其实说实话很多东西都非常简单 你懂这个思想之后 用这个model 可能就是五六行这个code 就能搞定 对吧 然后你用model去predict x2 就是这个testing set 对吧 得到这个y2 model 对吧 然后你就比较实际上 真实值得到一个accuracy score 比如说90% 就这样 你看 这个几行code 就做了一个 crossvalidation 做了一个validation 这里还不是crossvalidation 对吧 然后这个crossvalidation在这里 你看 crossvalidation 就是说你不用把这个数据分为两部分 对吧 它自动会帮你分成两部分 就是你只要告诉它你有什么model x是啥 y是啥 比如说这个是五层validation 对吧 但是把五分之四的数据作为圈领 五分之一的数据作为validation 对吧 然后不断去shuffle五次就行了 对吧 然后呢你会得到五个值 对吧 一般的我们就看这五个值的平均值 对吧 但是你看这里的五个值呢 都差不多对吧 稍微有点点变化 然后这里你看 crossvalidation就是 它是live one out crossvalidation 就是说 比如说这个有100个数据点 它就用99个做trading 然后用最后一个去做validation 对吧 然后不断去融换对吧 就你要可以融换100次 对吧 你就能够得到100次这个0或者1 对吧 然后你再去求一下平均值 就是ok的 这些细节呢 就大家自己去看吧 怎么选择最好的model 对吧 我们说了就是 你要去看这里的图吗 你看这里做了三个model 对吧 哪一个model好呢 然后你看它这里 就做了一个这样一个东西 这个training set 首先这个y呢 是score 对吧 就跟我们 这里画的这个图 刚好相反 对吧 这是error 那边是score 所以它刚好把这两个图给翻转了过来 其实是 对吧 这个training set 就是说 你做的越来越复杂 对吧 就degree 如果是高率越来越高的话 这个training score 是越来越大 越来越好 对吧 这里这个score 我不知道是accurate score 还是 还是这个r2 Anyway 就是它产生越大越好 但是这个validation score 就是说 开始也是越来越好 对吧 但后来就越来越差 对吧 所以你要去这个validation score 最好的地方 比如这里的话 就是这个degree 是3 或者4 这个附近的 会比较好 就是小于3的话 那就是underfitting 对吧 比如说大于4的话 就是overfitting 也这样认为 这样的话你可以 选择 比如说选择3 对吧 然后你再去做一个model 这个3 它的这个model 就会长成这个样子 就是跟你这个预期 会比较一致 对吧 你看 它就是跟这个数据的走势 基本上一致 但是也有点这些noise 你能感觉到这个noise 是正常的noise 对吧 并不是我们想要fit 这个对象 其实 好 这是这个notebook 希望大家有时间去看 当然每个同学都有 每个同学的这个节奏了 就自己考虑吧 好 这是上集课讲的这个东西 我们已经花了40分钟 去回忆上集课讲的这些东西 因为接下来我们讲的很多东西 都会联系到一起 对吧 比如说我们今天讲的我就会联系到 前面讲的overfitting 怎么做crotorization 这些东西 最后很多东西都是联系到一起的 其实是 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叫decision tree based algorithm 对吧 因为大部分的同学可能对这个decision tree 还是不是很陌生 比如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例子 比如说 某一个大选 对吧 有候选人A 和候选人B 对吧 比如说一个城市里面 有一万个人选了候选人B 一万个人选了候选人A 对吧 分别都是一万个人吧 比如说你是一个consulting firm 对吧 你呢就被某一个candidate 去问就是说 什么样的人会倾向于选我 对吧 比如说 我是更受男性喜欢 还是更受女性喜欢 我是更受高数人喜欢 还是更受低数人喜欢 我是更受高学人喜欢 还是更受低学人喜欢 对吧 就有这样一些问题 对吧 你可以根据不同的人群 然后你去做一些target campaign 对吧 比如说某个人群我表现特别差 那我就要做得更好 比如说 对吧 这就是一个research 对吧 等于是做了一个sigmentation 你可能会建立一个这样的tree 对吧 比如说 把这两万个人分差 对吧 比如说男性里面 可能选A的人更多一点 比如说60%人是选A的 女性里面60%人是选B的 就是说 那就说明这个候选A更受男性喜欢 对吧 候选B更受女性喜欢 对吧 然后同样一个道理 在这个男性里面可能又分叉 对吧 高学历的就是社会大学教育的 可能3000个人会选A 然后2000个人会选B 对吧 没受过教育的 可能4500个人会选A 500个人会选B 这个是啥意思呢 就是说如果是个男性 因为又没受过教育的话 有90%的可能性会选A 对吧 这就是非常一个strong的一个signal 对吧 因为所有人的话 只要50%选A 对吧 但是如果你这样分叉两次的话 你就能得出一个结论 就是90%人 只要是男性没受过什么教育的话 都会选A 这就是一个提升区 是这么一个解释 对吧 然后呢 这边呢你也可以根据年龄做一个分叉 根据这个income做一个分叉 对吧 这要构成一个简单的decision tree OK 大家不知道还记不记得 我们在这个讲算法的时候 我们是讲过这个tree 对不对 所以呢我们跟算法又联系起来了 这个tree呢有很多这个terminology 对吧 我们讲算法的时候应该也提过 首先是有个root node 比如这里就是这个root node 对吧 就是根部一样对吧 就是从最开始最源头 对吧 还有一个就是terminal leaf node 对吧 就是树叶的这个node 最下面这个node 最下面这个node 有这个terminal node 下面就没有 再也没有node 对吧 第二个叫subtree 因为你在任何一个tree 比如说你的这一点 你也可以把这个tree呢 变成一个直的tree 对吧 你也可以做同样的split 对吧 在任何一个点 你看这个点也是一个subtree 对吧 所以呢有很多这种可以recursive这些算法 可以用到这个tree里面去 对吧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这个 我们做tree traversal的时候有两种方法 对吧 一个叫深度优先 一个叫宽度优先 一个叫bfs 一个叫dfs 对吧 一个是recursive的一个方法 就是一个方形 不断去call自己 对吧 另外一个叫iterative 一个方法 对吧 就是你建一个list 然后你不断去 往这个list里面填东西 然后也不断去取东西 这样一个过程 这个是叫subtree 然后呢tree depth 就是从最上面 然后到下面 有几层 对吧 你看我这里左边呢 就是一层 对吧 左边是两层的一个tree 右边是一个一层 二层三层的一个tree 对吧 我问一个问题 你说 就是刚刚邱老师 你知道的 就是他那个tree 就是使用break first search 或者使用depth first search 然后 但是这个decision tree的话 他应该比如说 以regression为例 他应该每次炒这 比如说 就是ISS 就是下降最大那个方向去找 是 对 你说的挺好 就是说 我只是提到这个tree的算法 我就提到这两种 这个graph travels的一个东西 但是呢 我们等会去怎么找这个spreet 方法呢 我马上就会讲 好的 OK 其实跟那个没什么太多关系 对 没错 没有什么太多关系 第二个呢 就是parent child node 对吧 比如说 这里有两个 叫什么 子 node 这是parent node 这个点 是这里的parent node 这个点 是它的parent node 这个大家应该很容易理解 对吧 所以呢 这个tree 它的这个目标是啥呢 就是使得每个terminal 的这个值呢 就是as pure as possible 就是它最好就是直属于一个class 比如说 这里是这个node 比如说这个node 就挺好的 90%是选a 10%是选b 这个node就不咋地 对吧 然后这个node也很好 对吧 就是比如说 可能有90%是选b 这120%是选a 对吧 所以呢 我们的目标就是 使得这个terminal 就是越pure越好 最好就是一个node 一个class 全部围练 另外一个class 都在另外一个class 对吧 这种node就是我们最好的一个class 然后呢 这个decent tree 也有两个type 一个叫classification tree 就是 做一个binary 的classification 比如说 这后语言是a 还是b 就是classification 0或者1的问题 就是regression tree 很容易被人忽视 对吧 因为很多人 可能搞了几年 他认为这个decent tree 只能做classification 其实也可以做regression OK 打一个什么样的比方呢 就比如说 比如说你在想这个 data scientist 这个薪水的问题 对吧 我们提供好的这个问题 你可能就进了一个 这样一个decent tree 对吧 比如说 你是不是PhD 然后你是PhD的话 你是在哪个位置 你在硅谷还是在纽约 还是在DC 对吧 然后呢 他又问你一个问题 就是你工作经验是多少 对吧 是小于三年还是三到五年 还是五年以上 对吧 然后呢 比如就到了一个terminal 对于这个terminal的话 符合那个条件的人 可能他的薪水都差不多 对吧 比如又是PhD工作经验不到三年 然后又在DC附近的 那我就可能猜 那他薪水可能就是十二到十五万中间 他这个variance 就会比较小 对不对 相比之下 就是你在root node里面的时候 那可能有各式各样的人 有master 别的 有在硅谷的 有在纽约的 然后有工作经验十年以上的 那他这个variance 肯定是很大的 对不对 所以你建立一个regression tree之后 在每一个terminal上面的 它的这个variance 就会变得很小 就是至少我们的目标 会让它变得很小 对吧 虽然我们也可以做一个regression tree 对吧 也可以做一些prediction 对吧 我们的prediction就是 比如说我现在知道一个人的情况 就是他在哪个地方 就哪个地方 然后今年是多少 他学历是什么样子 对吧 我就去找到他的这个terminal 我就用他的这个mean 或者meeting 然后去预设他的这个income 这是可以的 对不对 所以呢 tree也可以做regression 这个大家要记得 其实 然后呢 我们要去比较一下这个tree disange and regression 这个advantage 和disvantage 对吧 这个大家最好面试的时候 是可以随手拧来 对吧 首先这个tree easy to understand 对吧 因为你哪怕是没有读过大学 你应该知道这个tree 因为大家生活很多时候 就是用这个tree 来做决策的 第二个就是 not sensitive to outliers not sensitive to outliers not sensitive to outliers 我们之前做这个linear question的时候 我们记得 大家还记不记得 就是说 有些outlier的时候 他特别夸张的时候 你一定要把这个outlier 给去掉 或者做些处理 对吧 但是这个decision tree 没关系 其实是 比如说 你预测一个income 对吧 可能有几个人这个income 特别大 或者是 或者是 你不小心加个0 对吧 比如说你用这个median 去预测的话 这是没关系的 对吧 就是说 outlier 就是有一些没关系 你不用做过多的一个处理 对吧 第三个呢 就是它是non parametric 什么意思呢 就是 它是 就是 对你的这个数据 没有做assumption 因为你这里 regression linear regression 或者logical regression 的话 你是假设你的y跟x 是成正比的 对不对 或者你对 x也x2成正比 或者某个区间 是成正比的 对吧 你是做了一个这样的假设 就是这个假设 到底成不成立 这是你的assumption 你可能要检验你这个assumption 但对于一个tree来说 它是没有任何假设的 就是说 所以它是non parametric 第四个呢 第二个呢就是 我们做了linear regression 的时候 我们不是要做很多scaling 因为你不做scaling 的话 你很有可能 你做这些数值解的话 它这个converge 会非常慢 对吧 但是呢 对于这个decentry 是没关系的 你不用做scaling 也不用做什么centering 不用做一些normalization 这些东西 是没关系的 对吧 这些呢就构成了这个decentry 这些advantage disadvantage 第一条就是它非常容易overfitting prone to overfitting 对吧 因为我们每次这个data的feature 一般都很多 对吧 因为你看到这个每个node 你不爽 对吧 你看这里 就是有3000个是A 2000个B 对吧 那你就肯定有想法 就是你再去找个feature 然后再把它split一下 对吧 这里你看90%是A 70%是B 那你就想 我能不能把这个90% 提高到95%呢 对吧 你可能又去想个feature 又去增加 对吧 那你就 你可以这样子 不断的 让这个tree 就无节制的生长下去 对吧 所以这个tree 你可能构造一个 非常复杂的tree 然后呢 你可能会问 就是我不能 构造的太简单 也不能太复杂 我多好是好的 对吧 就是多复杂的tree 就是ok了 对吧 所以呢 这就涉及到我们前面讲的 这个model selection 的问题 我们一般呢 就会用 用一些validation set 对吧 你要用一些你从来没见过的数据 去看你这个dstree 去哪个更好 对吧 虽然这里也涉及到 非常多的这个hyperparameters 我们等一下就会 引入这些hyperparameters 第二点就是tree 可以做很多split 但是呢 它只能做access aligned split 这个是啥意思呢 我看 这里有一位 之前 看看这里有没有 一个这样的图 给大家看看 这就是一个这样的图 这里你看 它是根据一个花瓣的 这个长度和宽度 去预测 是什么样的花瓣 其实就是这样 然后dstree呢 它只能是做一些 数值的或者水平的split 因为它一下子能考虑一个feature 对不对 每次我都只考虑一个feature 对吧 所以呢它只能做水平 或者数值的这个split 但是呢 你很有可能 两个花瓣 它的这个区分度是一条斜线 对吧 斜线的话就是说 你要既要考虑一个feature 又要考虑另一个feature 对吧 但是dstree是没法做到这一点的 所以它只能做这个 access aligned split 对吧 就是它要么就只考虑它的性别 要么就只考虑它的年龄 对吧 如果你要既要考虑性别 有些interaction term的话 比如说 男性50岁以上的又怎么样 那 但提升区也是没法做到这一点的 对吧 所以呢它只能做 access aligned split 第三点呢 就是说 对于continuous variable 它有information loss 这啥意思呢 比如说我这里的话 做了一个split 对吧 因为这个age是一个continuous variable 你就认为大于50岁就怎么样 小于50岁就怎么样 对吧 但是呢 可能大于50岁以上的 那它又可能更加细分一点 对吧 小于50岁的 它有一些这种 细微的这些结构 你可能就直接把它毆虐掉 对吧 因为 比如说这样一个banner tree的话 对于一个continuous variable 你一定要选取一个cutting point 对吧 然后 大于它怎么样 小于它怎么样 对吧 这是第三点 第四点呢 提升区是一个grade approach 就是一个贪心算法 其实是叫 什么叫grade approach呢 我举个这样一个例子 就是说 比如说大家上了这个to sum的camp 对吧 你就出去找工作 然后第一年呢 有两个公司offer你的工作 对吧 一个给你年薪四万 一个给你年薪六万 OK 当然你在这一点呢 你很有可能就去选择 这个年薪六万的工作 对吧 那第二年呢 这个年薪六万的工作呢 它可能涨薪水的不是特别多 一个给你年薪七万 一个会变成六万二 对吧 那你可能就选择这个七万的地方去了 对吧 可能你就表现特别好 你就去了七万 但是呢 说不定 这个第一个给你年薪四万的这个工作呢 它的这个 这个 这个 potential 是非常大的 对吧 你可能呢 比如说是一个startup 然后呢 你就可能第二年 这年薪变成十万或者十一万 对不对 所以呢 你从全局来看 你最有的选择是 先去四万的这个工作 然后呢 表现好变成十一万的工作 对不对 但是呢 你在 你在刚就上毕业的时候 你是看不到第二年是什么情况 对吧 你就只能去选择这个六万的工作 然后表现好变成七万工作 对吧 实际全局最有的这个解呢 其实在这里 对不对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grader approach 然后 对应到这个discipline tree的时候 是 是什么情况呢 就是说 你可能第一个分叉 你可能要选性别 是给你最好的分叉 对吧 第二步呢 这里呢 又选择这个教育 能够选你这个最好的分叉 就是说 在这个局部来看 它都是最有解 对吧 但是呢 在全局来看 它并不一定是最有解 说不定你在这里这个spirit 就选取另外一个 比如说选取它的这个金收入 对吧 它的spirit没那么好 但是后面的spirit会更好 对吧 但是呢 你就没法去这样做 因为你一次只能选择一个spirit 对吧 然后你在这一点的时候 你是看不到 下一步会怎么样子 对不对 所以这就是grader approach 当然呢 你可以写一些复杂的一些算法 就是说你考虑两步的 对吧 两步最优 对吧 但是呢 那两步最优又不一定是三步最优 对吧 三步最优又不是N步最优 对吧 所以呢 你要找到一个最佳的一个tree 的话 它是一个叫nphard 就是快选 就是一个算法 就是说 就计算机是解决不了的 其实就是说 所以呢 我们只能选择一个grader approach 这是对于一个decent tree 然后刚才易品说了 就是怎么build a tree 这个我们就把这个它的 advantage和 disadvantage都讲过了 对吧 所以呢你在面试的时候也可以随便跟说一说这些东西 然后怎么去build a tree 对吧 你想我们在这里的话 那你怎么知道第一个你要选这个性别 而不是选受教育 对吧 或者选年龄或者选其他的东西呢 对吧 我们肯定也是要建立一个metric 对吧 然后 所以呢 你要选这个tree splitting criteria 这个叫tree splitting criteria 第二步呢 就是说 你要选这个tree stopping criteria 对吧 因为这个 每一个节点又是一个subtree 对吧 你又去split 但是你在某个时刻你要结束 对不对 因为我们说了 你不能无情无用的去长这个tree 首先是你计算量是特别大 对吧 第二个呢就是说 你很有可能去overfit 对吧 所以呢 你要选择一个stopping criteria 我们等一下会分别去讲 这两个怎么做 对吧 第三个 一个option的东西 就是说 你建立一个tree 比如说这个tree有15成 对吧 你想到很有可能去overfit 这个东西 对吧 觉得你要去给这个tree去减一下枝 对吧 叫tree pruning tree pruning 这个是一个比较advanced topic 一般 我估计这个学统计的人才会去研究这个东西 他会去做一些假设检验的东西 就是说 有没有必要去增加一个split 他就会做一些检验 其实是 当然我们这就不讲这个东西 我们重点去讲前两个东西 第一个就是你要选择一个splitting criteria OK 然后我们说了就是说 你对任何一个节点 对吧 你都是要去选取一个split 使得 它的止节点更加pure 对吧 比如说 我这里有个节点 它一个有30个case 30个instance 或者这样 比如说15个是属于一个class 15个属于另外一个class 对吧 我去选择一个split 最好就是说 左边的一个split 就是都属于一个class 另外一个split 都属于另外一个class 这是我最优的一个 最理想的一个情况 对吧 实际情况很有可能不是这样 对吧 很有可能就是说 这30个点可能有10个跑到A 跑到左边去了 20个跑到右边去了 在这10个里面呢 有2个属于第一个class 8个属于第二个class 这个20个呢 有13个属于第一个class 第2个属于一个 7个属于另外一个class 对吧 这就是一种split的方法 对吧 可能有另外一种split的方法 那这些数字就不太一样 对不对 那我们是怎么去判断 这个split 比另外一个split好呢 所以我们要选一些metrics 所以我们这里呢 会介绍三个metrics 第一个叫Gini index Gini index是怎么定义的呢 就是 对于任何一个node 我们都去计算一下 p的平方加上1-p的平方 这个p呢就是 某一个class 在这个node的比率是多少 比如说打个比方大家就明白了 就是在b节点这个node 对吧 它的Gini index就是 一个有10个数据 对吧 有两个数据是属于一个class 那就是r除以10 就是20% 0.2的平方 再加上另外一个class 这就不是p和1-p 对吧 就0.8的平方 对吧 就是把Gini index b的算出来 同理 你也可以把Gini index c给算出来 OK 然后呢 把两个加成平均 对吧 就是 10个里面有30个里面是0.68 对吧 0.55呢是20个里面有30个 对吧 然后呢算出这个weighted Gini index 对吧 然后呢 the higher the better 就是说 就是说 有一种spread 比如说算出来weighted index 是0.59 另外一个weighted index weighted Gini index 算出来是0.64 对吧 你就可以去选这个0.64 那个spread 对吧 有多少个spread的方法 比如说有100个spread的方法 对吧 你就去算100次这个Gini index 对吧 然后你去选那个spread的方法 使得这个Gini index最大 就是这样 然后在 然后在 我记得应该在r或者python里面 这个默认的 这个spread的方法 其实就是Gini index OK 当然也有一些其他的spread的方法 spread的方法 这个metric 应该叫 另外一种呢 比如说叫 Cat square Cat square 其实也是统计里面来的 是怎么算的呢 就是说 它是去比较 这个sub node 和这个paint node 它的预测值和实际值区别 就是 比如说 我这个paint node 就是一半一半 对吧 都是15个的话 那我就预计 就是说 如果你这个spread差到没边的话 就是 没做任何事情的话 那这个sub node的话 它也会一半一半 对吧 那如果你这里有10个sample 那就5和5 对吧 就是expected b 就是5 对吧 但是呢实际是2和8 对吧 自己有个difference 你就算这个difference 然后difference是-3和3 对不对 然后这个c2呢 是怎么算的 你就去用这个difference 除以一下这个根号 expected value 对吧 就这样算 OK 然后对C的节点 也是做同样的一个事情 对吧 那有20个呢 它的这个expected 就是10和10 然后difference是3和3 对吧 然后你把c2也算出来 然后呢 也是 你看看这里的话 把totalc2也算出来 对吧 然后你就发现 就是说 这个difference 肯定是越大越好 对不对 所以这个totalc2也是越大越好 你就去选择一个spread 使得这个totalc2 最大越好 这就是另外一个metric 大家如果 这里有很多这种简单的 这个数学运算了 就是说 你现在一下看不清楚的话 你可以 我们下文课 你再去看一下 这是第二种方法 第三种方法 叫information gain 首先呢 首先呢 给大家引出这个entropy的概念 对吧 我们讲这个 叫什么 multi class classification的时候 已经讲过这个cross entropy 对吧 其实logic regression 它的这个classifying 就是要cross entropy 对吧 因为k等于r 其实也是k等于n 大n的一个特殊情况 对不对 它呢就是-p logp-q logq 其实很简单 对吧 然后呢你就算出每一点的entropy 是啥 对吧 p和q呢就是 每个class占的比率是多少 对吧 你就把这个entropy 每个节点 a节点,b节点,c节点 对吧 都算出来 然后呢 你就算出一下 这个 weighted entropy 对吧 对于这个止节点 它的weighted entropy 就算出来 对吧 然后呢 你就去选择那个 那个script 使得这个entropy越小越好 因为entropy 大家学过高中物理吧 应该是 叫商嘛 对吧 商其实就代表一个 无序的一个概念 对不对 其实在物理学里面有定义 然后在这个 这个信息学里面也有定义 其实entropy是啥 entropy就是很杂乱无当的一个概念 对不对 就是说 entropy越小 它就是越不杂乱无章 对吧 就是越有序 它就entropy越小 对不对 只有 你一个节点 就是大部分都属于一个class 那才就有序 对吧 那才是我们希望得到的一个东西 对吧 所以呢 我们去会选择一个entropy 最小的那个split 然后这个entropy呢 跟这个information gain呢 其实刚才是互相对立的一个概念 entropy呢 就是刚好的information gain 一解就是它 就是 因为entropy越 越小 那information gain 就越大 对吧 所以呢 你去minimize entropy 和maximize information gain 是一样的 对吧 因为有些人说entropy 有些人说information gain 好 这样的话 我们讲了三个split方法 对吧 当然 你注意没有 就是说我们都是 在讲这个classification tree 对吧 classification tree 就是 它要么属于一个class 要么属于另外一个class 这种情况 然后呢 我们不是说这个tree 也有可能是regression tree 对吧 regression tree的时候 你怎么选择这个splitting criteria呢 非常简单 你就要选这个reduction invariant 对吧 就是说 你最好选一个split 使得每一个subnode 这个variance 都非常接近 variance非常小 就行了 对吧 比如说我们选的这个income 就是选一个subgroup 就好他们的这个收入 基本上只差几百块钱 对吧 那你就基本上没必要下去 你就知道他们这个是高度集中的一个income 对吧 所以呢 对于这个regression tree 我们就会选择一个split 使得这个subnode 这个variance 最小 这个应该比较容易理解 所以呢 你先回答第一个问题 就是你怎么训练splitting criteria 对吧 取决你是classification tree 还是regression tree 对吧 regression tree 你就选这个variance 最小 对吧 reduction invariance 然后这个classification tree 呢 有三种 知道我们这里给大家演示三种 这个criteria 一个是gini index 一个叫cat square 另外一个叫entropy 或者叫information game 对吧 当然你具体这个公式 你没必要把它记住 但是呢 你大概知道 这大概三种就行了 好 好 我们看看 我们这里 就是回答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怎么回答呢 就是你要选择一个stopping criteria 对吧 你不能就是 无限制的去把这个tree 野蛮的去生长 对吧 比如说 山谷数目很小了 那个node的山谷数目很小了 或者这个tree size 就非常大了 你还继续找 这样是不行的 你很容易就overfitting 对吧 那怎么办呢 就是说 所以 第二个问题呢 就是跟这个overfitting 是直接相关的 对吧 因为tree不能太大 就是overfitting 是一个big challenge 就是怎么去 avoid 这个overfitting 对吧 最重要一点 就是最长一点 就是说 你要setting constraint 就是说 你这个数 你要告诉他 你不能生长得太大 对吧 所以呢 有些hyperparameters 就是 去限制这个tree size 比如说 最常见的 就是你限制这个tree maximum depth 就是说这个tree 你最多长三成 或者最多长五成 对吧 超过五成 哪怕你这个node 还不是特别好 我也不继续往下走 对吧 这就是一个 限制它的一个东西 对吧 其实这个就是maximum depth 就是hyperparameters 对吧 第二个比如说 有很多这种类似的 hyperparameters 比如说minimum samples 比如说那个node 比如说只有十个数据点了 我就不继续往下走了 对吧 因为比如说 那里面只有四个数据点 有三个属于一个class 一个属于另外一个class 你也觉得没有tree 往下走 对不对 所以这个叫minimum samples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maximum number of terminal nodes 比如说我就限制一共最多有100个terminal nodes 如果出现100个以上的 我就 我也不继续往下走了 对吧 第四个就是说 因为每次这个tree的时候 都会考虑很多这个feature 因为feature可能会很大 对吧 你可以去限制一下 你这个tree 只考虑十个feature 二个feature 对吧 这个跟这个我们等会讲 这个random forest 就有很多这种关系 等一下我们继续讲 对吧 其实除了这四个之外 也有很多这种其他类似的 就是除了这个tree 这个hyperparameters 是特别特别多的 对吧 然后其实最重要的是这个maximum depth 就是最常用的一个hyperparameters 第二个呢 就是说 你这个tree找完了之后 我说了就是 也可以去做tree pruning 对吧 但我们这里不讲这个东西是怎么做 接下来呢 我们会讲 我们之前 这里讲的就是 长一颗tree 对吧 然后呢 我们肯定 你肯定在很多场合里面 听说过这个random forest 对吧 random forest 你看forest 顾名实义就是有很多tree 对吧 这呢是属于一大类方法 叫ensemble method ensemble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 ensemble就是 就是交响乐 好像是 那个意思叫 交响乐乐团 好像叫ensemble 就是说 不仅是一个人在演奏 就是一堆人在演奏 对吧 这里呢 我们的意思就是说 不仅是有一个tree 有一堆tree 不仅是有一个model 我们一大堆model 这个叫ensemble method 对吧 因为一个model 你哪怕是最好的model 他都是有bios 对吧 因为 很明显 就比如说tree 他都只能去找到 当前最优化 最优的那个spirit 对吧 那以后的 他不会考虑多层情况 对不对 这个ensemble method 就是 aggregating results of ensemble of simple estimators 这个 estimators 就是不同的model 你可以认为 就是很简单的这些model 对吧 ensemble就是一大堆model 对吧 但是呢 你要去 aggregation 就是你要去集成一下 这些简单模型的结果 就是ensemble method 对吧 然后这个ensemble method 就是有两个最常用的东西 一个叫bagging 一个叫boosting 我们分别讲 对吧 第一个叫bagging 他们的第一 首先是他们的 目的就是要reduce bias 对吧 就是 因为这个tree 是一个grading issue 就是这个grading algorithm 对吧 就好像你 大学毕业了 你就去考虑那个薪水最高的工作 对吧 你不去考虑这个薪水低的工作 对吧 当然你也有可能 薪水低的 的确不好 也有可能是好 但是谁知道呢 对吧 这个bagging和boosting 就是说 他也会 有一定几率去考虑那个 不是最欧解的那个情况 然后从而去reduce bias 如果你就只认可 那个薪水高的 对吧 那其实就是一种bios 就是一种偏见 对不对 具体怎么做呢 这个bagging bagging 首先它是一个 两个英语单纯的说写 叫boostrap aggregation 对吧 就是 这也b 这也ag 就是bagging 就这么来的 然后呢 然后呢 我们就 aggregation 大家要明白是啥意思 这个boostrap 是啥意思 这也是一个统计的一个概念 大家 最好是一句话 就能说明白 对吧 叫random sampling with replacement 就叫boostrap 啥意思呢 就是说 比如说我的这个sample 是1,2,3,5 对吧 我呢 就是在这个sample里面 我就随着去抽取五个数 对吧 因为这个sample size就是5 但是呢 我是reduce replacement 就是说 你可以重复抽 所以呢 有些数字可能会选取两次 有些数字呢 可能一次都没有被抽掉 对吧 比如说这五个里面 我第一次抽了一个2 第二次呢又抽了一个3 第三次的sample 我又抽了一个3 对吧 每次抽取都独立的 第四次来我抽取了一个5 第五次来我抽取了一个1 对吧 那我生成了一个新的sample 就跟我前面这个sample 有点类似 但是呢 有些值呢抽取了两次 有些值就没抽到 对吧 比如说这个就没有4 对吧 这个就叫boostrap 对吧 然后呢 你要做很多的boostrap 比如说 你做一次boostrap是这样的 另外一次boostrap 可能是长成另外一个样子 对吧 然后再比如说做100次boostrap 那就每次sample呢 值呢都会有点点不太一样 对不对 好 讲完这个呢 我们就可以讲这个random forest 是啥意思 random forest 是这样的 就是说 你的这个data all data 是长成这样的 对吧 首先呢你可以做一个boostrap 生成一个新的random subset 比如这个sample 这个数据量很大 也有100万吧 比如说 然后呢 你可以生成100次 就取决于这个forest 要长多少个tree了 对吧 你可以长100个tree 长1万个tree 这都是可以的 然后每一次呢 在里面随机做一个boostrap 就是说 随机抽取里面的1%的数据 但是呢 可以replacement 所以呢 这里面这个 random subset 都会有点点不太一样 对吧 它们是从一个数据源来的 但是它们有点点不太一样 然后呢 你每个数据量 你都去build一个tree 然后你build tree的时候呢 也做一点手段 对吧 就是说 你不考虑所有的feature 比如说这个 feature有100个 比如说 你每次呢 都随机抽取10个feature 比如说这个tree 你就随机抽取10个feature 比如说 你只考虑这10个feature 其他90个 我完全不考虑 这里呢 也是你考虑另外10个 就是也是随机抽取10个 对吧 另外90个完全不考虑 这样的话 这个数据量呢 就是每次做model 这个数据有点不太一样 对吧 然后我这个tree呢 做model 这个feature也有点不太一样 使得这个tree呢 每个tree呢 都长得有点不太一样 对不对 一个手法呢 就是说 如果有n个feature的话 我每次呢 只考虑这个 根号n个feature 比如说 然后呢 我长了这么多tree呢 我去做一个finaltree 比如说 我要去做一个预测 对吧 预测 这个 信用卡 有没有被盗刷 对吧 可能有90个tree 告诉我是被盗刷了 10个tree 没有被认为 我没被盗刷 我就可以做个finaltree 比如说 我就认为他是被盗刷了 就是 当然也有很多 有hard voting 有soft voting 什么东西 带在心里 也不用去管太多 总的原因 就是把这些tree的 这个结果给集成起来 就是做一个finaltree 这个呢 这个就叫random forest OK 你看random forest的话 它有两个重要的 一个hyperparameter 一个是你要有多少个tree 100个tree 1万个tree 10万个tree 这都很难说 对吧 第二个呢 就是说 你每次 在所有的feature里面 你选取多少个feature 选取100个feature里面 你选取10个 还是20个 总而言之 就是让tree 每个tree都有点不太一样 对吧 因为 可能 肯定是有些feature 比较重要了 如果你不这样做的话 那每个sample 他都每个去 他都会去选 那个最重要的 一个feature 对吧 那有些不太重要 但是有可能 又有一点点 用的那些feature 你就从来没去碰过 对吧 就好像是 一个饭店 那个menu里面 也摆到菜 对吧 如果你每次 都去点 你自己最喜欢吃的 那几个菜 对吧 那其他另外90个菜 你可能从来没有被点过 对吧 如果你上跑 你每次去餐馆之前 你就说 这100菜 100菜里面 我就随机抽取10个 然后我在这10个里面 我再去点里面的3到5个 对吧 那你就有可能去把整个 这个 这个餐馆的菜单 给尝试一遍 对吧 因为人都是有bias 对吧 你可能就是喜欢吃这个 但是其他东西 你根本就没尝试过 说不定人家会更好了 对吧 这个就是Rena Forest 首先就是Rena Forest 就是一个ensemble的方法 对吧 然后 跟所有的ensemble方法一样 就是它有点black box 就是说 因为一个单一的tree 你可以说 比如说我们回到 我们最开始这里 它的可解识性还是比较强的 对吧 你可以说 比如说男性没吃过家的人 就喜欢这个Candidate A 对吧 就是一个story line 对吧 但是对于一个Rena Forest 来说 有一万个不同的tree 每个tree 又长得不一样 对吧 你怎么去解释这个model 就是有点challenge 对吧 但是呢 Rena Forest 是可以生成一个future importance 的一个东西 就是说 任何一个feature 它都可以 比如说你建立一万个tree 就是这个feature 可能被 里面的2000个tree 可以考虑了 另外8000个tree 没有考虑 对吧 也有可能另外一个feature 它只被20个tree 可以考虑 大部分tree都没有被考虑 对吧 所以呢 它可以有一些算法 就可以生成这个feature 是有多重要 其实是 所以Rena Forest 也可以作为一个 future selection的一个方法 其实就根据这个future importance 这个东西 就是看这个future 在这些tree里面 出现多少次 就是在second论里面 是有一个feature importance 就是你train完之后 有一个feature importance 的一个vector 就是每个feature 都能告诉你这个importance 是多少 就是begging 对吧 Rena Forest 就是begging的 最重要的一个 implementation 别认为是 然后接下来讲boosting 这里还忘了说一个 就是说 Rena Forest 是可以并行处理的 因为你生成了一千个不同的 一万个不同的tree 对吧 然后你可以分身到一万个不同的机器里面 对吧 每个机器去train一个tree 因为它每个都是独立的 对吧 这是可以变形处理的 但是接下来讲的这个boosting 它是没有办法备行处理的 然后它是啥意思呢 就是它会产生a family of algorithms to convert many weak learners to a strong learner 什么意思 就是可以产生非常简单的模型 你可以认为 很多简单的模型 就产生一个非常strong的一个模型 对吧 这个Rena Forest 其实也是类似 就是说这个tree呢 一般都会做的很简单 就是只有一层或者两层 对吧 但是一万个tree 就一万棵小树 就比一棵大树 要管用 就是这个意思 然后这个boosting呢 最常用的两个呢 有一个ada boost 一个叫gradient boosting 对吧 这个boosting呢 有一些基本的idea 它是一个iterative process 所以它是sequential的 所以它不能被并行处理 是怎么办呢 是一个什么样的idea呢 就是说 你建立一个简单的模型 就是简单的near version 或者简单的decentry 就是基于你的这个data set 对吧 你就建立一个estimate 就是一个model 就是model number one model number two 然后你怎么 然后接下来怎么做呢 然后呢 你就再做一个base aggregate 所以呢 但是呢 基于一个新的data set 这个新的data set 就是 重点是放在你前一个model 预测错的那些data set 就是新的一个model number two 对吧 然后就不断去重复这个过程 对吧 就不断去找错误 这跟我们实际生活的这个缺点 也是一样的 就好像是 就好像我们今天sara去要学数学 对吧 学加减乘除 我就出了一百道题 一百道加法 一百道减法 一百道减法 一百道成法 一百道除法 然后somehow 他的加法减法成法 都做的挺好的 除法做的不是特别好 对吧 那我第二次出题应该怎么办 那我可能就把重点放在除法上面 对吧 我可能八十道题都是讲除法 另外二十道题 讲一点加法减法成法 那我可能第二次就这么出 对吧 然后他第二次又做完了 然后我就发现 他就很擅长于做某一类的出法 对吧 另外一类的出法 他又做得不太好 那我第三次出题呢 我就去focus在那部分的出法 对不对 所以这个boosting就是这样一个idea 然后我们说了有ada boost 这个grading boost 他们有一点点不太一样 这里呢 就涉及到里面的具体的这个算法 我要给大家稍微讲一下 这个ada boost是什么样子 就是说 ada boost 其实他每个sample 他都会assign一个weight 然后呢 如果这个sample上次预测错了 他就把这个weight 变得更大一点 否则就不变 最开始呢 就是所有的sample 都是一个weight 对吧 m个sample 每个weight就是1属于m 这个大家应该容易理解 对吧 然后你建立一个简单的一个模型 对吧 然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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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算一下weighted error 就是 你算一下这个模型 它的错误率是多少 叫r1是多少 这个错误率就是这样子算的 就是说 你对它所谓预测错的那些值 把weight加起来 然后再除以所有的weight 就是它的错误率 对吧 然后这个错误率呢 又生成一个predicted weight 这个predicted weight 就是说这个模型 它的weight是多少 就是这个模型有多重要吧 alpha越大 就说明这个模型越重要 所以就是 那也就是说 这个模型 这个预测 就是 臭度越小 它才越重要 对不对 臭度越大 它的预测力 这个重要性就越小 对吧 所以它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公式在这里面 这个intern呢 叫learning rate 这个 应该大概也明白是啥回事 比如说 r1很大的话 r1大 那这里就小 对吧 那整个r1就比较小 对吧 这个make sense 对吧 然后呢 你再去加起这个weight 就是预测对的地方 我就weight不变 对吧 预测错的这个地方 我的这个weight 就乘以一个这样的指数 就是exponential alpha1 对吧 就是说我越预测错 我的这个权重就越大 对吧 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东西 然后呢 我再把这个weight 给normalize一下 使得所有的weight 加起来都有1 然后呢 我就不断去重复这个r 第二步第三步第四步 对吧 这样呢 我就 比如说 我重复100次 对吧 我就有100个model 对吧 每个model都有一个alpha 对吧 就证明它这个model有多重要的意思 对吧 然后呢 你就根据这100个alpha 去做prediction 怎么做prediction呢 这里有一堆数学 虽然看起来有点复杂 就是说 你就选取那个预测值为k的 那个值 怎么选择k呢 就是 使得这个预测值为k的 这个alpha 求回大 的地方 就是我的预测值 这里这个有点拗口了 就是我这里举一个简单的一个例子 就是说 比如说我就做了4次 然后 有4个model 对吧 比如说第一个model 比如说我是一个 三个值的预测值 第一个model我认为是class1 第二个model我认为是class3 第三个model是class3 第四个model是class2 对吧 然后alpha就是它每个model的这个weight 对吧 比如0.7,0.5,0.3,0.1,3,0.2 然后呢 你就去看 就是说 就是说 认为是class1的 这个model 有几个 有一个 对不对 然后它的weight是0.7 那就是0.7 OK 认为是 第二个model 第二个class的model 也有一个 对吧 它的weight是0.1 那就是0.1 然后认为是第三个class的 它的这个model有两个 对不对 然后它的这个weight是0.8 对不对 然后呢 我的预测值是什么呢 我就是去选择 那个model 那个预测值使得这个weight最大 对吧 使这个weight的求和最大 所以呢 我的预测值呢 就认为 就认为我的class是第三个 对吧 就这个意思 这个 我讲的也很快了 刚刚这里 这个adda boost 大家有兴趣的话 可以 自己再去看看 再去想想 这里面的这个算法 是什么 是怎么回事 最后一个是叫gradient boosting 对吧 这个 可能也很多成员已经听过 这个 因为 这个gradient boosting 是一个准确率非常高的一个 用了很多的一个机器学习的这个算法 就是 它是跟adda boost有什么不一样的 adda boost就是不断去改变weight 对不对 就是出错的地方 我就把weight增加 对吧 然后这里呢 它就不改变weight 它呢 就是 第二 就 去fit 新的model 去fit前一个model 这个错误 就是residual error 具体一个怎么做呢 就是说 我建立一个很简单的model1 对吧 去train这个data 就是xy 我的这个data是这样子 然后呢 我就用这个model 去预测这个x 就得到它的这个预测值 对吧 我把预测值和真实值去比较一下 然后我得到y2 y2呢 就是我的这个误差 对不对 就是这个religial error 因为它们相减 对吧 然后我也去做一个model2 去train这个x跟y2的关系 ok x跟y2的关系 对吧 然后呢 我又得出这个误差 对吧 y2减去这个predict的这个value 对吧 这是我第二个model的这个误差 对吧 就y3 然后我就不断去做一个重复的过程 对吧 那我做了一个model1 model2 model3 一直到model大N ok 那我就有N个model 对吧 那我去做预测的时候应该怎么办呢 你告诉我有个x 我就用所有的N个model 大N个model 去做个预测值 然后把它们相加就行了 ok 这就是我的这个预测值 这就是grading boosting 是这么work 其实 然后grading boosting 你看这里它的这个hyperparameter 就是说 你要选择多少个大N 对吧 你要经历多少个model 就这样 就这回事 我这里呢就是把这两个boosting 和random forest的这个思想 告诉大家了 然后 就跟上节课一样 我也是会给大家很多这个code 去做implementation 对吧 看看这里有没有这个green boosting 啊 我先讲讲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loadbook 它大概是讲一个什么内容 对吧 然后这里呢就是告诉大家 是怎么去做预测的 对吧 有两个变量 比如说 第一个spread在这里 第二个spread在这里 对吧 第三个spread可能在这里 对吧 就这样 然后它说是accessalign 然后怎么去做预测 对吧 然后呢 它说这个decentry 是非常sensitive to training set of details 这个大家自己去看吧 可能 然后你看这个model 就是 就overfit 对吧 因为它很有可能去 为了一两个数据点 然后专门去做了一个spread 对吧 然后我们做一些hyperparameter的话 比如说 之前有四个点 我们才考虑做spread 对吧 然后就没有出现 这个overfitting 这个情况 然后 regression treat 对吧 我们说过这个东西 然后你看 这是 告诉你是怎么做 这个regression treat 然后这里呢 就是 regression treat 如果不做restriction 它是去overfit 你看很多noise 都fit 对吧 然后这里呢 加了一个hyperparameter 就没有overfit 就这个 然后看一下 这个吧 这里它讲了些什么东西 我们直接去看图 就知道它的这个point 你看 这里的话也是 你做一个decine treat 的时候 很容易去overfit 对吧 也是 但是呢 你可以做begging 就是做random forest 就是做random forest 什么这些东西 它就不会去overfit 它这个decine boundary 就比较合理 对吧 因为这里的话就 在overfit 然后这里有random forest 我不知道这个图是啥意思 对吧 然后这里是random forest 可以看到future importance 对吧 看看这里 然后这里的话 其实就是 它做了一个random forest 去识别这个图片的数字为几 对吧 然后图片呢 每一个都有一个像素 对吧 然后看这个像素的正有重要性 对吧 就是延续越深 就是最重要的这个像素 对吧 然后这里就是告诉我 怎么去做ad that boost OK 然后这个ad that boost 这个learning rate 是怎么回事 gradient boost 对吧 这也是我刚才讲的 你看这里 它都是 model 1 然后 算出这个叉值 对吧 然后model 2 然后model 3 就是人 它都是手动的去 做这个gradient boosting 对吧 然后下面应该 你看 下面就直接掉包 对吧 你看 掉包就两 三行就搞定了 你看 sklearn or somber 这个gradient boosting regressor 对吧 然后 你去 进行一个instance 对吧 就是每个tree max steps 为2 number of estimators 就是为3 就是说 做三个model learning rate 是多少 1.0 就是seed 使得所有的结果 都是可以重复的 这个意思 这个意思 然后就用这个model 3 fit xy 对吧 虽然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模型 其实你要用的话 就是三行 对吧 就是 当然你只要把你这个原理搞清楚了 你才知道这些 这些参数都是啥意思 对不对 看这里没有一个图 你看 它这里的话 做三个tree的话 你看 它的这个model 就长成这样 就是红色的部分 就是model 这些点呢 就是实际的data 就明显 这个underfitting 对吧 然后如果你做200个tree的话 200个model的话 它就 它在overfit 对吧 你看它这有些很多noise 它也在fit 所以呢 为了防止overfit 有一些方法 一个方法叫early stopping 因为 因为我们之前做过这样一个图 对吧 就是说 你不断的去画这个validation set 它的这个air 就是它不断下降 对吧 当某一个时候 你看见它的慢慢上升的时候 你就可以停住了 对吧 你这里这个附近停住 你就不用往下做了 对吧 给你省了很多时间 这个叫early stopping 就这里 你看validation set 它是下降了 然后就开始慢慢上升了 对吧 然后你就在这里停住 就不用往下走了 这个xgboost xgboost 应该是另外一个package 对吧 专门做 boosting 然后 好像 xgboost 好像也好像是一个中国人写的 然后 挺有名的 其实 所以它 这是另外一个package 所以它不是这个 cycle learn 里面的package 当然应该好像也是free 然后呢 你看它这里就做了很多 这个 prediction 对吧 然后呢 其实就有这么多trades 然后把它集成一下 然后 然后它这里是 还比较了一下这个时间 我也不知道它为什么要做这个东西 中国人大使 人家PGD才毕业吗 对啊好像是叫陈天奇 是吧 好像是华盛顿大学的一个什么人 啊 然后 现在也被用了挺多的 其实 所以 这些 machine learning 啊 那么 deep learning 其实里面有很多 非常多的这个中国人和华人 在这里面做 好 好 我们这里就讲完了 这个 看看这个 里面有啥 这个是专门讲 random forest 一个notebook 你看这里 那random forest 它怎么掉包的 很简单 对吧 真的是太简单了 我都不好意思讲 对吧 你看这个number estimate 就是说有多少个tree 的意思 就是 random state 就是保证结果是一致 对吧 你跑和他跑是一样的 然后这里呢 你看这里 它可能就有点overfitting 在这里面 然后 大家自己慢慢去看吧 然后这里有个 例子 非常好 我觉得我当时还跑了一下 就是用random forest 去判别这个数字 对吧 给很多图像 比如这是零啊 这是一啊 这是二啊 三啊什么 它的分辨率也不是很高了 因为 除了这些图片的这个 这些数据它的 size都很大 对吧 或者这个机器跑起来很慢 就是让你去识别 这是一啊 这是二啊 什么的 你看 这里我们可以稍微讲一下 发几分钟时间 这里呢 只是给大家演示一下 这个图片大概是长什么样子 OK 然后这里呢 你看 要是把Data Split 成为training set 和testing set 对不对 然后呢 它建立一个random forest classifier 然后用了一个 一千个estimate 就一千个数了 对吧 然后去feed 这个Xtrain 和Ytrain 对吧 然后呢去predict 用这个testing set 对吧 我们说了 就不要用这个testing set 用testing set 去feed 然后feed完之后呢 你看 它用了sklearn 这个metrics 对吧 我们说了 这个 对于一个classification的这个metrics 有precision 有recall 对吧 然后它数字呢 有0到9 对不对 那对每个0到9 它都有precision recall f1 score 那有多少个数据 是在这个class里面 所以它这个class 符合得非常好 对吧 98%的准确率 是非常高的 对吧 然后 我们不是讲过 confusion matrix 你不用自己去做 confusion matrix 你看它这个 sklearn的话 它有confusion matrix 这个东西 对吧 你就直接告诉 把这个testing set 和y prediction set 告诉它就行了 都是0到9的这些数字 对吧 然后它就会去生成 一个这样的一个table 对吧 你看 这个 横周呢 就是true label 就是实际为0 实际为1 实际为2 实际为9 对吧 然后重则呢 就是它预测值 对吧 0到9 所以它这个对角性的元素 就是预测对的 对吧 就是实际为0 预测为0的这些数值 37个 对吧 有这个为1 就说明是 这个label 是实际为2 但是它预测为0 对不对 就是错的 对吧 大部分都是对的 你看这个对角性的元素 都很大 对吧 都是四五十 最后零星的一两个 就是被预测错了 所以呢 这样子 就一目了然 对吧 就是 谁预测对了 谁预测错了 这就是一个 怎么用这个 compution matrix 啊 所以呢 大家最好有时间 把这些code 都run一遍啊 这些也有些summary 这些东西 好 我们今天这课 大概就找到这里吧 然后 啊 今天恭喜大家 有没有作业啊 啊 我自己下次给大家一些作业 啊 大家有时间的话 就把 哎 这是上一节课的 这个 还是 上一节课 这个 这三个 啊 notebook run一run 对吧 如果你发现有些东西不能run的话 可能是 有些dependency 就是它有些数据 不在这里 那大家呢 就去我们 我发的这个 三个book里面 找到对应的这个notebook 去run一下 啊 比如说这个 Machine Learning TensorFlow 这里 对吧 你看它这里有dataset 啊 还有docker 不知道是啥 但是呢 它这个notebook都在这里 啊 就是这些都是做support 用的 对吧 如果你去想看这个dx序 你就点到这里 也是可以的 啊 啊 啊 不过 它这本 这个 这本书的话 它写的时候 啊 它是用python2写的 对吧 哦 就是support bothpython2和3 啊 那就应该没问题 啊 啊 总之大家去run 试一试 然后有问题的话 欢迎大家问我 其他的话 也没什么其他问题 然后 今天课差不多到这里吧 啊 嗯 不知道大家觉得这课难不难啊 就如果大家觉得难的话 打个yes吧 如果不难的话打个no 啊 如果你现在已经睡着了 你就写个 你如果你不打yes 或者no 我就认为你睡着了 好 好 好 嗯 嗯